今天和大家见面的最新电影是《倩女幽魂》 对这部翻拍自经典的作品 想必各位影迷期待已久 下面我们就对新版《倩女幽魂》做一下全面介绍 看看影片是如何在经典的基础上 派出新意 把魔幻爱情故事讲得更加动人 今天是2011年4月19号 今天上映影片《倩女幽魂》主创阵容 《倩女幽魂》导演叶维信 主演刘亦菲 余少群 古天乐 此外樊少皇 慧英红 林鹏 龚新亮 李京等众多明星都来入阵 剧情简介 新版《倩女幽魂》 讲述了聂小倩与宁采辰 艳赤霞之间的感情纠葛 并展现了激烈的人妖大战 想当初新版《倩女幽魂》刚开拍 个别影迷就断言 王祖贤版聂小倩 张国荣版宁采辰 都是无法超越的 就算武马扮演的捉妖师 燕赤霞 都已经成为经典 其实导演叶伟信心里有数 他在剧情设置 人物关系 角色塑造等方面 都颇费苦心 最开始小倩曾与猎妖师 燕赤霞相爱 但燕赤霞迫于外界压力 施法封存了小倩的记忆 并躲在暗中守护他 后来小倩爱上令彩辰 而他与燕赤霞那段 陈锋的情感记忆 也最终复原 这错综复杂的两段情 将让观众看得更加揪心 推陈初心 人物天 看到刘亦菲扮演的聂小倩 你会发现 他和王祖贤版本的不同之处 新版小倩是狸猫化身 他清纯活泼 一袭白衣长发飞舞 少了一点妖气 多了几分仙气 再看余少群版令彩辰 他虽然不像张国荣版令彩辰那样 面如桃花 但仍旧很可爱 而且更加质朴 和清纯的小倩在一起 显得很搭配 你叫什么名字啊 念彩辰 我叫小倩 而古天乐扮演的燕赤霞 要比老板人物更有看头 他外表英俊 法术高明 还是个性情中人 在守护聂小倩 与旅行猎妖师的职责之间 燕赤霞的选择可谓一大悬念 灰尘初心 特孝天 新版倩侣幽魂 共使用了1200个特效镜头 来打造魔幻世界 影片主要场景 兰若寺 兼具中国传统寺庙的古典风格 以及西方宫殿的浪漫气质 猎妖师的武器 更是千变万化 随着战斗升级 各种新式武器 发挥出巨大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